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去年 其实上次上完节目以后吧 这也有很多 但都不是很合适 所以又来了 那我们一号女士有怎样的故事 怎样的人生呢 一起进入她的原来是你的环节 请看 她和我不合适 自由自在地享受生活 这是上次录选择的感受 对 当时是牵手了是吧 对 但是一接触呢 好多地方都不太合适 那在上次节目当中 究竟是怎样的一个状况 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来一起看一段小片 怎么你就看上人杜女士了 我觉得就是她 我看了看她那个选择的那个 要求也好什么也好 就是说找一个身体健康 心地善良 在一个相对负担少一点的 有独立住房 我觉得我这个条件都符合 通过选择呢 我相知 然后我跟杜女士 咱们通过选择 在这个平台上相识 我想把花呢献给你 线下呢咱们多联系 多沟通 加强这个了解 好 非常真诚 那花怎么样 接不接啊 在台上吧 相识 但是下来以后呢 再那个多多交往 互相了解 是吧 下来一接触不合适啊 怎么不合适了呢 比如生活方式 有点不太合适 比如说话 带人接物啊 但先说生活方式啊 哪里不合适了 是吃喝都吃不到一块吗 她很爱喝酒 我看她几乎每顿都要喝酒 她喝酒吧 跟别人不太一样 比如我们喝酒 每个人可能今天赶到 这顿饭在外面吃嘛 那就是一定是 就是买酒啊 她每次都带酒 她用瓶子要带一瓶酒 很节俭的 就是有一次 比如出去啊 像景山市去哪儿啊 就是出去 那时候应该是吃饭的时候了 她就不去 我跟她说 就到外面吃完饭再回去吧 那不去 回家 一定是要回家 为什么一定要回家 那不知道 我到现在都不知道 就不明白啊 其实有时候你约 没带酒 八成都是因为这个原因 就是酒的原因啊 她每次吃饭都是自己带酒 不会是说去买酒 这样 您喝酒 我不愿不敬 而且这个人是很喜欢 特别张扬的一个人 张扬 怎么张扬了 就比如说 在节目上牵手啊 那不一定 就不一定是能成 我们因为有一个互相了解的过程嘛 互相接触的过程 那待会儿跟她的朋友 全都说的 全知道 我要一些朋友 就跟这事情已经成了 那说明喜欢你 这样的 全都知道 那您见过她的朋友吗 那有时候就是 就是见过是见过 但是有时候就是 你觉得不好意思就不去了 就是弄得你就不好意思 比如他跟你说 我都跟您说了 你怎么怎么样啊 你就是那种 那没办法 那你要是你不去 我觉得这个人 怎么那么大架子啊 不去啊 我觉得 那就去吧 但是我不喜欢这种做事风格 希望更低调 一定是就是 在互相商量以后 就是脑袋时辰有八成 差不多了啊 你再去 怎么跟人家说都没有关系 但是我觉得 这有点维持太早 反正不实在讲这个哪里 夸张 另外也感觉 不是那么实在的人 你们接触了几次啊 好几次呢 其实也没说出什么来 你知道吗 也没有说表达她 怎么怎么样啊 但是我不喜欢就是这个 这个人 你什么什么样 你以后将来什么都听 你以后将来什么怎么样的 说大话 就说大话 就要实际一点 比如我喜欢做什么 你喜欢做什么 我什么 包括以后将来这个生活 就比如你走到一起 一定是要怎么做啊 比如你有什么想法 从来就没有涉及到这么多 没有谈到这么多 不够实际是吧 不够现实 不现实 谈恋爱的过程 一定要诚心诚意 对待女生 您其实是比较 就比较介意她喝酒的 您有没有跟她提过 或者说有没有问过她 平时是不是每顿饭都要喝酒啊 然后每次喝多少啊 这些您是不是没有问过 我是观察 我没有问她 因为有时问的东西吧 她说出来不一定是真的 跟两性相处的时候 跟异性相处的时候 其实是缺少沟通的 都是您单方面地 做了一个自己心理活动和 对我去 对这件事情结果的假设 就您没有真的尝试说 如果我跟她说了 事情会怎么样 所以就是在和相亲对象 相处的时候 尤其就像您刚才说的 您也是处在观察期 那其实对方 无论是认定您了 还是没有认定您 其实两位都是在一个磨合期 其实就是两个人 有商有量 看哪一些行为 是我为了你可以去改变的 哪一些行为 是你为了我 可以去迁就的 而不是您这边 可能自己单方面地 给她做了一个假想 或者做了一个设想 然后就认为 这件事情就是这样了 当然这个叔叔 可能跟您最不合适的地方 您认为 还是他做事的方法 就是可能很多事情 说太满啊 或者怎么样 但这些也有可能 是他在一个心仪的异性方面 表现出来的一种状态 杜女士跟我们说 她觉得和牵手的男士 无法再接触 是因为男士 与原来的爱人性格 太不一样 她的爱人是工程师 很斯文 为人很低调 婚姻几十年 一直很宠她 她去世以后 我几乎有五年的时间 就每天都在哭 就是走不出来 我其他曾经原来 跟我说过一次 就是一定 她要死在我前面 没想到后来 还是真死到我前面 她如果我死在她前面 她会很难受 她怕她不能承受 对 她觉得 好像不能承受 而且就这么多年 她真的是很宠我这个人 她会依着你 就我儿子的同学也会说 怎么一见到你 就是你妈你爸你 妈你老在一起 是 因为她有时候 也是经常国内国外的 飞 完了以后 飞回来以后 就是我们俩等她回来以后 不管做什么事 我们俩都是一起去 不管是吃饭 买东西 都是两个人一起去 但是这个人就 我52岁她就走了 是突发疾病吗 肝癌 从发现到死就四个月 尽管杜女士现在 并非还要按照 王夫的模样继续择偶 但却希望未来的她 也能够是一位 斯文低调的男士 最后这回 17号看了 完了之后 中午时间 我一看她不是牵手吗 你看她还没有牵手 我就 你就奔她来了 就奔她来了 这女的挺可爱的 挺直爽说话 这个童年也显得年轻一些 自由自在地享受生活 是您现在的状态 因为我觉得现在 其实我特别希望找到一个 因为我儿子 他也特别希望我找到一个 因为你现在 生活上没有任何负担 其实没有什么 不是爱游泳吗 现在最近疫情 也没法游泳 那以前我是每天都去游泳 但是有时候会这样 比如那个儿子 他结婚了 他有一家 他人一走 就剩你一个人 还是缺少一个伴儿 而且我儿子 也特别希望我 赶快找一个 那儿子在哪儿 在北京是吧 在北京 他希望我找一个赶快 比如说你们两个人 就是哪儿还好 到哪儿去 租一段时间 或去旅游 起码就是你出去旁边 有一个人他会放心 平常也爱旅游是吧 爱旅游 老儿 我好像记得 您去过很多地方是吗 好多国家都去过 其实我特别喜欢旅游 因为我觉得就是闲下来 就聊一聊解 世界各地的风情 在哪儿待的时间最长 在澳大利亚 因为我弟弟在澳大利亚 在他那儿待的时间长 甚至别的地方都是玩 都出去 跟团 自由行 所以您说这个也希望 有一个伴儿 哪儿好去哪儿住住 旅旅游也可以多住一段 因为你从经济上 从各方面 就是没有那么多的事 很希望过这种很悠闲的生活 现在住在哪儿 现在住在王物景 就是美术馆 会到美术馆那地方 那挺安静的是吗 安静 我们这个地方是平房 因为它那个就是疫情 我们可以出来 到院子里到活动里 因为我们那个地方 住的人很少 没那么多的人 那你每天一个人 怎么安排生活呢 因为我儿子 跟我在一起住 都在这个美术馆旁边 因为你想吃饭吧 只能是在一起吃嘛 儿子没成家吗 成家了 就等于跟儿子儿媳妇 对 都在这边住 孙子 对对对 一起 以前呢 这个没有疫情的时候 住在哪儿啊 你可以住在市里边 也可以住在楼房里边 这个王晶那地方的楼房嘛 所以其实生活还是挺悠闲 也挺多种选择的 对 其实我什么事都没有 就我以前吧 就是出去游泳 每天都去游泳 我游泳不是也游得很好吗 我自己人也很好 那我游两千米啊 我前两天跟我同事聊天 还在说呢 他说你有两千米 我都不信他不信我的 我说我真的是 每次有两千米 发个视频给他看 那现在不能游泳了 不能游泳 做什么其他运动呢 听听歌 听听音乐 到了以后是跳一跳绳 跳绳 那你每天跳多少个呀 跳几百个 我不跳那么多 一百个是一组 我就跳到几组 一百个 总之得动动 对 但是我觉得 我的身体还是挺好的 比如我现在六十五岁的身体 但是我觉得我没有三高 我身体各方面很好 我自己的感觉 比如你让我跑 我也能跑 你让我跳 我也能 别让我跳伤 我儿子说你够棒的 我爸爸他跳 在家是不是也给孩子们 做做饭 做饭 你知道吗 而且这次不是疫情吗 这一般都在家里吃吗 就在家里做饭 你择偶呢 是为了这个锦上添花 不是那种雪中送炭的 那种择偶方式 说我这活得活不起了 我必须得有个伴 可能更多的就是 特别希望生活能够 更加地尽善尽美 我是觉得这个人吧 是一定有一个文化修养 有点文化修养 就是性格各方面 这类人身上一样有问题 没有完美的人 一样会有问题 比方说比较事 比较计较 那可能我们一定要求大同存小异 可能我就喜欢这类型的人 那他这样的缺点我必须得接受 我说他65岁 我特别不希望您再拖了 对吧 您的孩子也期待您有个伴 您自己在生活中也是觉得 哎呀我真应该有个伴 我觉得这个伴呢 可能真的不是说 以前是干什么的 可能更多的是 以后他是干什么的 我们能不能在一起 幸福地生活 其实也很简单 就是差不多的就可以吧 我觉得跟我同步 差不多就可以了 比如当然肯定是身体好 因为我身体很好嘛 身体好就是 但是可能每一个男士 都觉得跟你差不多 如果觉得差得远就不找您了 但是您自己的差不多 可能和男士的差不多 还是有距离的 就像您第二次来 也是因为有男士觉得 您状态很好是吧 虽然没成 但咱也多个精力啊 那接下来要上场的是 一号男嘉宾了 看看他对您是 一个什么样的认识啊 好 来 掌声有请 有请一号男嘉宾 杨泽石先生 欢迎您 老师好 一号男嘉宾杨泽石 68岁 吉林长春人 北京户籍 丧偶 长春机车厂管理员退休 您是深深地看了 我们一号女士一眼 我这词用得没错吧 没错 深深地看了一眼 您是咋那么深深地看了 因为我对他印象深刻 风采已旧还是 风采已旧 电视上见过伞 看见过伞生 看他是哪个 第一段还是 第一回是穿裙子 第二回就是 跟他穿这个黑衣服 那是第一次来 第三次就是重放那个穿裙子 那是回放 回放 看他回放是吧 11点钟我做饭 给孩子做饭 然后一看 正好你就出现了 出现了 我一看那个 上面打的时候 现在还是单身 对了 然后当时你心情 我就心动了 心潮澎湃 有没有砰砰砰砰砰 那种心跳的感觉 扫一下子 就到这来 扫一下二维码 对 扫一下二维码 然后就跟编导联系上了 对 所以就是为了 一号女士而来的 对 我觉得他们两个 还有点福气性 鼻梁这个地方都挺长的 我知道 你喜欢我们 她是杏仁开朗 直爽 因为 北京人好像都这样吧 我觉得 北京人 直爽 因为那一天 她说她要找上偶的 不找离异的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我现在无所谓 上偶和你什么都可以 那时候那天说 所以说 对那时候说 说那句话 给我留下印象 你这个基本条件 跟我基本上也差不多 您说基本条件差不多 有那个共同点很多 还不太了解先生 对 咱通过接下来的环节 先来了解一下吧 好吗 那有缘千里来相会 无缘对面守难牵 场上的先生和女士 是否会擦出火花呢 一起进入他们两位的 更想动力环节 请看 子女情况 女士是一个儿子 刚才讲了 现在等于跟儿子一家三口 你们四个人 在这个特殊世界 现在就现在疫情的时候 那如果不是疫情 可以单住 您平常是自己住的是吗 对 住在旺京的楼房 对对对 先生呢 一个女儿 女儿有两个姑娘 我自己单住 她们也单住 不在一块住 不在一块住 您04年来北京 是因为女儿在这是吗 对 退休以后就来了 不是 04年的时候 我属于是买顿功龄 因为她大学毕业 在那个大北洋那上班 完之后 我一看到租这个房子 租那个房子的那个特小 也不好 完了 我们就会跟老伴一商量 说咱换个房子吧 完之在北京通州那儿 巴里桥市场那儿 买了一套房子 那时候我们想的挺简单 后来一行 这不行 我干脆就买顿功龄吧 为了陪女儿 陪女儿 哎呦 真是多心疼孩子 完了就过来了 现在还住在通州吗 现在没有 现在换了好几套房子 我住在德胜 德胜门 德胜门那儿 跟孩子一起住吗 不不不 我自己单住 那是又买了一个房子 又买一个学区房 搬来搬去 搬到市中心了 对 为了孩子上学嘛 这子女情况 女儿支持您来吧 支持 那天 我一说 我上次上次选择 我说跟姑娘商量一下 女儿知道您喜欢我们一号女士吗 我跟她说了 但是她没有见过那个没看过电视 没看视频 没看视频 但是女儿是不是说只要你老爸喜欢就行 因为很突然 那你估计姑娘如果见了我们一号阿姨 她们没说 这听她爸的 这肯定得说好呀 真好阿姨 是啊 是 心肯上直爽那么开了 好 这是子女情况都支持 健康情况 女士说了 我这健康情况特别好 能游游 能游2000米呢 您呢游泳吗 我也游泳 能游多少 但是我年轻的时候可以那么游 那么游 就是一口气能游 反正1000多米 完之后 年轻时候都不如我米 就四个份左右手 可以 现在估计整长时间没游了 反正得游500米歇歇气 完了 大家跟歇歇气玩别的 完了再游 那么接的游可以 一号女士是一气有2000米 不停 不用产气 不停的40圈 这就看他们俩能说到来 如果能说到来 这两个肯定是可以撑的 先生一看身体就挺好 你看头发多好 您头发也没染是吗 对 人家自己头发 还是身体不错 我就是在这两年头发白了 以前都不白 这两年就是我母亲有病 我阿姨有病 睡不好觉 68岁了 王老师这头发不错吧 对 不错 你没染呀 基本上还是黑的 对 所以身体好 头发好 来看看我们接下来的 这个自选项内容 这个一号女士有什么 想要问先生的吗 或者先生有想了解的 我们可以根据这个 自选内容来提问 退休情况 我是在长存退休 那北京市没有 医保在北京市没有 医保都是 医保可以在北京看病 可以看 可以报销 直接联网吗 就每天的安排 每天的生活安排 收拾卫生 除去玩的除去 上午走一圈 下午 凡是上公园 都跑跑步啥的 走走走去 那你每年就是大约出去旅游 比如国内国外 需要 反正都是跟个孩子去 自己没有去过 自己没有去过 如果说年轻的时候 自己去过 现在这些年 但你退休金多少 退休金4000块钱吧 这个一号女士退休金多少 我差不多吧 差不多 但是我工作基本上 我也没动过 反正是一直在长存在那儿放 那生活费怎么来呢 都是姑娘钱 就没有什么特别的开箱 反正旅游也是和孩子一起 因为没啥花子而已 都去过什么地方呀 旅游 要说去过的地方可多了 一开始是我姑娘 刚参加工作的时候 带我们老两口上喜马泰 这是在哪儿 这个就是天津的 海河大桥 海河大桥 这是越南 越南 这个是盘景 这是在那个 看那个排球赛 在港山看球赛 也是爱玩 这是在越南照的 往后在日本住了两年 在日本住了两年 比您时间长 您去澳洲住了三四个月 那住两年那么长 我去了两三四个月 孩子在那儿住在 就单位派的 我们带着他 给他看孩子 带俩孩子过去的 孩子在那儿上幼儿园 在那儿上学 两年在那儿生活习惯吗 习惯 因为日本吧 它那个特点就是 那个都是汉字 咱一看吧 印神 在那儿住的时候 我就自己走 有时候跟老伴俩走 走到那个就是 然后那个皇宫 他那个什么首相湖 那个那一带走去 在哪儿 哪个城市 日本东京 东京 江东区 其实在这点上 两个人还是有 共同之处的 而且有在国外生活的经历 如果将来出门旅行 是没问题的 你是说特别希望 有一个人跟他结伴 我这身体我估计能陪伴起 经济上 经济上 好像是没啥问题吧 没啥问题 因为这么多年 从北京 我04年过来 一直到现在 没花过钱 基本上 没咋花钱 因为那个时候 我跟我老伴 说这是特殊情况 他吧 看着 他照顾他爸妈 住在我们家原先的房子 我就是 为了照顾孩子 我就是04年就过来了 但是买完房装修完之后 我看一个孩子还不放心 照顾现在结婚 我就完事了 结完婚 又没办法完事 一会儿怀孕了 生孩子了 又得陪着照顾 现在还用照顾吗 现在我不解放了吗 两孩子 一个41 一个7岁的 用不着我了 都用不着您了 这是最近照顾 这是这两 挺好看的 这两个工程长得都好看了 这是4月几号照顾 一看就这个 俩孩子跟您关系好 是吧 但其实叔叔真挺年轻的 就光看这张照片 年轻 不像是老爷 不像是爸爸 你要说是个大爷 十八爷 都可以能过得去 您这边孙子 也不用照顾是吗 不用 我一直都不是我管的 所以两个人 都是比较轻松的状态 好 这是一些基本情况 你是还有什么想问的吗 孩子多大了 女儿 就一个女儿是吗 41了 其实先生很多情况 我们还不知道呢 对 我爸其实有点不太小 下去 这男的满意 那女的不满意 看看他们还可以 年龄都差不多 他三岁了他 为什么呀 我觉得也不太合适 为什么不合适啊 没有演员 没有演员 您特别在乎演员吗 我觉得将来以后 生活方式上也会有问题 就是生活上面 就是和我想象的生活 我想问一句 就是这位先生和 之前你选的那位先生 就他们两个人 有多大差距 上次不是有演员的 一位先生吗 那个吧 他是北京人 对呀 但是这个 他不是北京人 我觉得 您是只想找北京人 也不一定 但是我一定是有演员的 就是说那位 虽然说演员 没有那么那么的 好 但是他是北京人 对那我还是想 接触他一下 这个我不是特别想接触 明白了 就是感觉 对感觉 不是很好 他不行 他吓了我再上去 那你得表达 你的爱情了 对那时候在 反说着我的经过 是吧 你就说我觉得 比较适合我 我就说一句 咱俩都是东北的 老乡 我一直都觉得 品味度只有50% 但是并不是说 叔叔不好 我简单说一下 为什么这么说 叔叔在一上来的时候 然后叔叔夸这个阿姨开了 然后阿姨就带出一句 说北京人都这样 其实那个时候 就是典型的 就是这个没有好坏 但是就是北京人骨子里的那种 那种骄傲的那种情绪 或者说傲劲 对 其实就有点带出来了 当时我心里就咯噔一下 我觉得有点悬 阿姨之前的爱人 我们也造经历吧 我们也了解过一下 就是说您之前的爱人 其实是很优秀的 知识分子是吧 工程师是吧 工程师对 然后又很优秀 然后其实那对面的叔叔 虽然一上来 我们感觉也很好 但是其实跟他过去的 王夫的感觉 一定是有差距的 所以在这一块的时候 我相信阿姨可能也会 觉得满意度不是那么高 但是为什么我说还是匹配 都有50%呢 就是因为阿姨现在 在想找过去那样的生活 其实基本不可能了 这个不是说打击您 但确实基本不可能了 一个是说我们现在的生活状态 另一个就是您看上次 找您的那位叔叔 虽然无论他是北京人也好 还是有演员也好 他其实跟您去世的爱人 也不是同一个类型 然后之前您虽然没有 从热线电话见的几个人 但我估计见面之后 可能也不会是您 王夫的那种类型 从您上午的那一刻起 其实就应该知道 我后半生的生活 会跟前半生会有变化 而我们要自己 去适应这种变化 但是这种适应的准备 我觉得您也只做好了50% 如果您愿意 跟对面的这个叔叔 走在一起的话 您的生活方式会有一些调整 可能会更多地融入到 一些大家庭的生活当中 但是对面的这个叔叔的性格 其实很随和 然后他会迁就您的 一些小脾气 小韧性 就是您让他 甚至可以说您让他干嘛 然后他可能就会去干嘛 这是我觉得 对于您来说的 一个很好的优势 但是如果我站在 叔叔那边的角度 如果又 而且又是从一个 女儿的角度来看 我为什么觉得 那50%不合适呢 就是我觉得叔叔会受委屈 然后所以我觉得 所以我觉得 其实叔叔也挺好的 阿姨也挺好的 但确实可能 您二位不太合适 我觉得叔叔您今天 来展示了自我特别好 您的热线电话 一定会很多 我觉得 适合您的人也会有很多 他比较不舒服 一些性格好一些 比这个女的性格要好 所以您还想继续了解了解吗 不是太想了解了 不了解了 那其实也遵循女士心中的 这个想法 我还是去看 这个人的第一个演员 有演员 就像金音老师说的 叔叔也很好找 您呢也会有很多人欣赏 那咱就等待缘分吧 好吗 那您休息休息 这边这边这边 我第一就觉得 没看上这个人 我就直接说了就完了 我不想跟他 再往下去交往 因为我觉得 我不太喜欢外地人的这种 就是他跟我不太一样 就生活方式上 各方面我觉得都不太一样 他说每天去什么 收拾屋子 什么 什么去上公园 我不喜欢这样的生活方式 因为我每天会去游泳 会去 我安排我生活 安排得很好 我其实主要原因是 我不想找这个 如果你是外地人 就比如有文化修养很高 或者是有文化水平 就是 就很得什么的人也可以 但是我是没有看上他这个 您来展示 其实把真实的您表现出来 肯定会有很多 适合您的女士 想和您联络的 那咱接下来聊聊您的事吧 63岁的张女士 晚年选择与朋友一起度过 但 看看都这个点了 咱们该吃饭去了 行啊 咱们吃什么呀 又来电话了 老公 那我先走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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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